一样在台北 你来看看我旁边的这一段画面 年久失修 天花板坍塌 这款网友说 这简直废墟没有两样 而且地不大 9.68平而已 现在丢出来卖 你知道开价多少吗 1688万 你说吓死人了 这个可以卖得出去有人要 但如果最后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在哪里 在台北的迪化街 有兴趣的人就非常的多了 生锈的绿色铁卷门 里头的木板都插了出来 另外一边则是用红砖 堆砌成凹凸不平的墙面 抬头往上看更夸张 天花板已经坍塌变成中空状态 位在迪化街的这栋老房 土地面积9平大 但房东竟然一平喊价174万 很久了啦 已经我们来这20几年 都没看到那个老闆 正在啊 爱厨都变成这样 好像屋龄很久了 弹起来也是蛮贵的 因为这边二楼刚卖掉 好像也是差不多一平一百多 这栋障碍房的屋龄已经高达了70年了 但是屋主还是敢喊到破千万元的总价 就是因为这边闹钟取静 而且周边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 废墟老屋变成烫金区 关键就在土地价值 摊开地图距离盐坪夜市走路不到5分钟 而捷运站也在隔壁 但专家分析 平均周边行情以地平来看 单平落在100到200万元 因此屋主开价174万 确实稍微偏高 不过砍掉重链 还是有发展机会 那尤其是台北市宿地基本上是很少的 那像这种就是产权比较单一的透天的话 它在这个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只是土地面积过小 专家研判大约最多只能整建成三到四层的公寓 建议买方最好下手前先打听周边住户 是否有意愿整合 就算是废墟经过重新整建 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 也有望翻身 变成人人想抢的黄金屋 东森财经新闻 需要组中文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台北采访报导 明镇